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清风徐徐 陶莹粉红 在这个时节大家赏春踏青的活动 也就多起来了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山东大学济南校友会 去参加一场别样的春日活动 至约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至约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项目三点济南厂清灵岩寺景区热闹起来 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特聘教授杨朝明的领读生中 来自山东大学济南校友会的70多名成员 齐声诵读论语 健康中国我行动走进灵岩诵读经典活动正式开始 参加山东大学校友们这个活动 特意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关于儒家经典的这个意义和价值 我觉得特别高兴 特别是听着这个杨朝明老师 今天就是我来 我是伴着杨朝明老师来的 就是特别想去能够现场去体验一下 他的这种分享 仰慕已久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国学经典走进企业 走进社区 走进生活 能够影响和带动更多的社会各界的朋友 一起来宋都经典 学习经典 弘扬经典 一起传承经典 据了解此次活动有山东大学济南校友会 山东大学校友企业俱乐部 山东大学中华文化学堂 百年学堂联合举办 活动中 杨朝明着重强调了经典研读 送读的意义和必要性 活扬传统化它的精髓 其实就是以孔子 以论语为核心的我们的中国文化 像这样的活动呢 我希望我们山大济南校友会呢 多组织 非常有意义 对我们产承中国的优秀文化 能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现场作用 感受到了国学的传承 也感受到了我们师生的感情 那在这里呢 我想我们会用我们自身的实际行动 去宣传我们的国学文化 中国是现代化的特点之一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那么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的爱好者 让我们的学者 在走进自然 在大自然的映造之下 我们来送读经典 然后进一步地来感悟我们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